每週三晚上追著曼琪 跟我們一起收看 愛不愛麗絲 哈囉大明星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李嘉穎 我是王可元 歡迎李嘉穎王可元 有進行到我們 愛不愛麗絲的男女主角 那大家看我們桌上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玩一個小遊戲 好 可以 該不會又是默契大王 答對了 這是默契大王 哇 我們真的好喜歡玩默契大王 對啊他近期最愛遊戲 題目1 約會出門會穿的顏色 What 也只有兩種顏色而已 5 4 3 2 恭喜答對 為什麼不穿粉紅色啊 為什麼不穿粉紅色啊 什麼色 第一次約會是要穿白色 比較正式的感覺 簡單一點 簡單 簡單乾淨是很好看 一想到愛不愛麗絲就想到 這有點刁鑽喔 5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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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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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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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請兩位來介紹我們自己在劇中飾演的角色以及他的個性 我在《愛不愛思》裡面飾演的角色叫柴俊 柴俊他是一個略為傲嬌討人厭 又有一點做自己的人 在這過程中會跟佳穎飾演的角色麗絲發生一些愛情的浪漫喜劇 但這個喜劇過程當中有爭執有甜蜜有難過的事都會發生 我的角色是麗絲 然後麗絲這個角色其實就是一個母胎單身的人設 所以他是個沒有談過戀愛的人 然後個性就是比較天真可愛對於愛情有很多的幻想 然後他因為很害怕在愛情上面遇到一些挫折或渣男 所以他在愛情的道路上走得比較小心翼翼一點 然後戲裡面跟可原會從有點仇家之後變成 發現心裡面其實是有被這個男生一些特質吸引到這個角色 所以故事的最後我們是會有愛情的發生的 那佳穎喜歡霸氣的人嗎 因為有一棵是可原霸氣焦東的 霸氣的部分 我本人爭執生活是好像可以接受 對如果不是很刻意霸氣我覺得是自然散發的霸氣我覺得還不錯 你喜歡霸氣的男生 可以霸氣的女生 我喜歡 但是你本身是霸氣的 因為我的問題問了有點奇怪 你的問題問了我想說 我到底要怎麼回答 再一次再一次 請問你喜歡霸氣的另一半嗎 就是如果一個女生想要跟你親嘴 然後就是你還在猶豫要怎麼對她主動 她突然就這樣抽上去 你會嚇到嗎 呃我會嚇死 真的喔 對 那你還會喜歡她嗎 你會因為這件事情 對這個人的喜歡扣著嗎 就可能就會找不到我 真的喔 我就會消失 你說當場就跑走 那我就欸我先走了 那愛不愛麗絲 當裡面這個劇名有提到愛麗絲 那可以跟我們大概講解一下 就是她的概念 就是她的劇情大概是 她的每個角色都是從 愛麗絲夢有先進 這個童話故事改編的 裡面會有愛麗絲本人 然後我是柴俊貓 然後還有三個角色分別是 柴俊貓 然後參數 還有百度先生 就是已被飾演的 然後在這過程中 我們會透過這個放大鏡 來尋找我們生命中的Mr.Right 沒錯 沒錯 這是一個神奇的 戲裡面的道具 對 然後其實我也是第一次 在偶像劇的演出裡面 就是獲得一個這麼神奇的道具 因為她在我的夢境中醒來後 特效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就突然出現在我的手掌 後來發現這個愛情創大鏡 就是一照到男生 它就會出現一些指數 例如說 專情指數 劈腿指數 嘉楠指數 花心指數 然後我就可以透過這些數據 就是去判定 我要不要跟這個人進一步的交往 但是呢 這東西在愛情中到底需不需要 就是這個故事要告訴大家 對 說得很好 在拍攝的過程中啊 或者是劇中的哪一段情節 是讓你們印象最深刻的 講一個我們劇外最後我們 就是我跟麗絲走了一回 這個愛情的故事之後 我們在六福村殺青的那一天 我們在殺青那一cut的時候 我們兩個是對看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 我們兩個的眼睛講了非常多事情 包含我們一起經歷過的這一切 呃開心難過生氣好玩的事情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流下的眼淚 這我覺得是蠻難忘的 然後過程當中也有 剛所謂的霸氣的部分就是 我們在演激情戲的時候 真的是蠻霸氣的 對 因為我們的情都沒有在客氣的 都是 我都會檢查今天吃了什麼東西 的那種情法 那嘉穎當天吃了什麼 你有感受到嗎 吃便當 他總是會有便當跟咖啡 樓下的石家烤肉飯 對對對 還蠻好吃的 然後想說嗯今天不錯今天不錯 其實我最近從我的那個 粉絲團的小盒子裡面有看到很多 呃女孩子的粉絲年紀比較輕 然後他們就會私訊我 問一些愛情問題 然後有一些我覺得蠻有興趣 我就已讀他之後回覆 我就當他們的那個 心靈張老師 然後我就發現 他們會有愛情的煩惱 並不是他們談戀愛遇到挫折 而是他們不知道怎麼發生愛情這件事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喔那這個戲其實是 還蠻有意義的 因為 我自己可能 談過好幾次戀愛 我就比較不能夠體會 沒有辦法 跨出愛情第一部的那種女生 期待愛情的心情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我的麗絲這個角色 其實或許可以帶給他們一些 在愛情上面的信心 力量之類的 突然覺得這部戲可以 入圍一個什麼 對 轉一下我們愛不愛麗絲的 入圖的平台還有多數的時間 好的 每週三晚上九點半請在Vito 然後如果超過九點半的話 12點會在LINE TV多數 好 繼續好下去啦 好 謝謝我們玩樂園 開會一下 好 那我們就 準時收看 愛不愛麗絲 拜拜 拜拜